你找我什么事 我想请你帮我找 做琉璃的炉匠 我没记错的话 你爸爸不就是老炉匠吗 他不反对我 我就烧高香了 我看他最近态度缓和很多 那是因为我找来了投资 然后又骗他说 我这个可以拿政府的笔贴钱 所以他才勉强答应 你也知道我爸那脾气 他要是反对 哪个炉匠敢给我干 所以呢 我就想请你帮帮我 你别跟我客气 我帮你也是振兴乡村的一部分 我想想这事怎么办 我们可以这样 我们可以通过村委会帮你招炉匠 这样呢两方都有保障 那就多谢了 不客气